好了, 又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我們的日常影片 大家見到我們家, 外面的門 我們是用這個keyless的開門 即是平時我回到家, 只要我身上有條鎖匙 我可以這樣按這個按鈕 可以解鎖和開鎖 但大家聽到, 它現在BB聲在長向 這個我看那個menu 就是它動門沒有電 所以這個又開始不太行 今天呢, 跟大家去到換電 但為什麼會拍片呢 就是因為我發現了一件很有趣的東西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來到門, 我初頭以為 它的電是直接放在家裡 但誰知原來不是 在這個位置, 它是有一個螺絲碗可以拎開 然後裡面呢, 是要放這個電池 但這個呢, 就是為什麼我今天要拍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 我打開了之後呢, 我是嚇到 我給大家看看 弱智 大家看看這裡門 大家看看這裡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要成八顆電池這麼多 用不用啊, 誇張了一點點 但這個呢, 我們搬進來一年 電池一直都沒有換過 它應該是跟著門一起來 電池可能一年要換一次 但是, 會不會不能太快呢? 電池 我們搬進來一年而已 已經要換電池了 不過這個呢 導門要有這麼多電池 這個是真的嚇到 所以剛才呢, 我去了附近的HOME CENTER 買了一排電池回來 八顆 唉, 換電之後應該會沒問題的 但如果換了電之後呢, 它還是不停響呢 那就有可能是這個 導門壞了 那就要幫人家弄了 希望不是啦 唉, 真是前所未聞 不好意思啊, 我大鄉你 我不知道原來家裡呢 門口去, 進這麼多電池 會不會多一點啊? 原本想要進電池 都是一、兩顆而已 怎麼會多到這麼重要的? 誇張 好了, 電池進回了 還要試一下來想 真的因為沒有電 唉, 完美了 搞定 哈哈